疼不疼 疼 平安 你怕不怕 怕 平安不怕 爸爸不疼 你们两个还真是越来越像了 不是长得像 而是举止像 虽然你们不是今生的 但是举止却很像 这样很可爱啊 平安醒了 是啊 醒来就来找哥了 哥也是 一醒来就问平安在哪里 细雨 谢谢你 谢谢你那么勇敢地救平安 可是 细雨没有保护好平安 害平安被坏人抓走了 不是的 细雨很努力地保护平安 细雨做得很好啊 细雨做得很好 爸爸做得很好 平安也做得很好啊 有没有吓坏你啊 没事了 要是说干吗 怎么办呢 伯母 你这样是你这样的 你还吓坏你呢 你我信心吗 你还吓坏你呢 虽然你们不是亲生的 但举止却很像 这样很可爱啊 西宇 怎么了 爸爸跟儿子 应该长得很像的 太好了 我们三个都在 大嫂 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平安跟西宇 一定吓坏了吧 你是特地来看他们的吧 我带来点糕点 给他们压压惊 平安 你喜欢吃巧克力蛋糕吗 喜欢 那我们去吃蛋糕好不好 大嫂 对不起 西宇 大嫂的不是坏人呢 是 你不做呢 等一下带平安下去 好吧 那你待会儿带平安下来 大嫂 我们走吧 出了这件事 舅妈一定很高兴 是我自己没把事情处理好 让西雨受到了伤害 怎么能怪你呢 如果舅妈因为这件事 不让你领养平安 你可一定不能妥协 之前我还不相信 平安的父亲有那么糟糕 我想这毕竟血浓于水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然为了钱 而伤害自己的孩子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就算正怕不支持 我也会帮助你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知道吗 妈妈 平安 平安 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你的衣服谁帮你换的 爸爸跟儿子现在很像了 是西雨给平安换的 我们平安现在好帅啊 跟爸爸一样帅啊 而且不止前面一样哦 就连屁股也一样哦 你们这幸福的一家人啊 还真是让我记得 平安 吃蛋糕吧 好 来 平安 来 吃蛋糕 两只小猪 好